伏带发弹幕参与抽奖活动 更多好礼 更密切所有 好的 欢迎回来 现在正在直播的是 武汉IsaPro对阵到FORSHNGK的比赛 目前FORSHNGK已经2比0来到赛点局了 对 而且这个第二局 其实FORSHNGK他更提示器了 蓬蓬的一个四杀 包括孟兰的一个五杀 先抢了蓬蓬的五杀 然后让自己五杀 对 然后本来是蓬蓬的MVP 现在把这个MVP也抢过来了 大气层孟兰啊 那其实现在FORSHNGK的这个势头 状态真的是太活了 对于武汉IsaPro来讲 该怎么去应对呢 其实武汉IsaPro这把又选了红 他要搬的点太多了 你像是大潮 包括鲁班纳师 还有阿古朵 因为我们都知道 FORSHNGK阿古朵马超 他们的胜率非常高 十战九胜 但是他选择搬的是公孙黎 因为上把孟兰五杀了 可能状态太好了吧 先把公孙黎搬掉吧 然后FORSHNGK这里搬的是 吕布加马可 这就是故意给你大潮 你就单拎出来一个英雄 他搬马可想要乔夫那套 但是Isa是搬了老夫子 给了大潮 对 因为这把放出来的东西太多 像鲁班纳师也出来 但博安GK知道你用了 他就不着急选 他就选你没用过的 对 选共有的 但Isa这里的话 知道你这里没有了老夫子之后 可能要选一些常规的坦边去配了 对 他先选了一个猛蝙 就是能配大潮的普通坦边 还是很多 像什么联波呀 猪八戒 猛蝙员都算是 再加一个敌人杰 敌人杰 这道对线也见过吧 大潮加上敌人杰的对线 其实如果碰到对面 随便一个张飞配一个射手 你就不好打 但如果是李元芳的呢 李元芳的话 其实他对线就有一定的优势了 还是得看游走 他如果敢选李元芳 就说明他有可能会换线 打自己的节奏 去上利用手长打手短压状态之后 打塔嘛 然后让下路一个人去守敌人节 对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李元芳因为我们本身知道 他前期的爆发高 虽然说敌人节有二技能 可以解掉他一技能的印记 但是如果他们的激活目标是大巧呢 那其实Eastar Pro这边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看他搭配什么游走 主要还看游走位 这个位置 Eastar是先搬掉了江子牙 江子牙配合大桥 对吧 给你来一个大闪 不是不是大闪 大招闪 不大招大 就是江子牙蓄大的时候 对 在快完成的时候 点一下大桥的大招传过去 有一定的概率能命冲对面 是 就是有这个机制在 也是提一个速率的英雄嘛 确实可能蒙天比较怕 这种东西 然后就搬掉了裴青虎 裴青虎可是蓬蓬之前震惊长安第一拳的乌鲨老虎 没错 先搬掉 因为都知道是适配大桥体系的 是 因为又是刚好现在蓬蓬跟木兰两个双C点 状态非常好的时候 但是啊 张飞被搬了 但Eastar其实以前 子洋啊 他玩张飞玩的并不多 这个设计才开始多了 之前他也挺喜欢挺上强玩鬼骨子这样的一拳 对我刚才会不会出呢 对我刚才想的就是你要跟他拼这个机动性 没有张飞这种强心喷出来和双前排这种效果没关系 那鬼骨子一样可以 而且子洋之间确实鬼骨子也打得非常好 对 很期待 虽然说他可以去配一个前排 但我觉得鬼骨子还不错 目前看过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就可能比较怕猪八戒的大招 对 诶 这个嫦娥是有说法的 他如果敢拿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去年的时候有一场BO7 佛然GK对阵到武汉EastarPro 双方打至了决胜级巅峰对决 当时他们的大桥 这两边都拿大桥 佛然GK中单配的是谁 胖面配的是长柳 对 那一局打了35分钟之久 虽然说长柳这个点到了后期伤害不稳定 但他的坦度不是虚的 他确实蓝量要是够的话 还挺肉的 因为之前大桥很早很早 跟长柳确实还蛮搭的 那时候大桥还没有削的时候 主要还是在于大桥的一技能 可以给队友加一速 那么长柳他的一瞬间冲进去的那个伤害 可能可以直接毒死CV 没错 但是子洋 子洋最终在东皇跟鬼骨子之间 先纠结 选择 选了 一个偏脆一点 容错率较低的鬼骨子 其实东皇容错率也低 但是目前看过来鬼骨子的这一个闪拉 自己一技能有破甲的情况下 你想想不管是李源芳这一套爆发 还是沈梦西的那颗雷的爆发 又或者是进进场的一套 包括蒙田 其实每一套爆发 他都吃不消了 那么问题来了 我看下柳这个鬼骨子跟自己阵容非常的适配 没有问题 老王刚刚提到那些爆发点都能配 但是 反正这个这套这种怕吗 前期怕 往后走 不太怕 就越往后越不怕的感觉 对 这套这种猪八姐 纯肉 凯 不知道蓬蓬走哪个路线 多半是肉凯 可能会来个半肉半输出 但是我觉得你有大潮在 应该是肉凯吧 对 你就是肉 肉起来了之后 有大潮的电梯回去再过来 这就是大潮体系的容错 他要的就是吃得住 对面这一套爆发的情况下完成反打 是的 那清风这里的嫦娥 其实他是法师里边的法塔 现在我就最担心的可能都不是猪八戒 我就觉得嫦娥肯定有点难杀 嫦娥前期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前期是 那前期的话整体都不太好打佛弹机克这边 对 那佛弹机克其实最薄弱的点在于 大潮跟敌人节这个点 不论是前中后吧 每个阶段去开团 第一命中目标 肯定是孟兰跟阿改 但是这把紫阳这个鬼骨子 他不会说所带发育路 去帮着这个李元芳去打开节奏的 因为这个22对线的话是敌人节和大潮优 我的感觉是他竟然顶着敌人节选李元芳 他肯定要做换线了 毕竟你在红色旺 如果你不换线正常对线 紫阳不可能跟着你去打对线吧 这个英雄是要跑起来 对 是要包中野的呀 有可能会让沈梦西去对到敌人节 反正应该是要做调 就是做一个换线 不然的话 一针这里 就对线裂的情况下 武汉一StarPro这个阵容 很难打出他们前期的强攻节奏来 对 他们是按照刚刚我们的说法 就是佛然GK越到后期阵容凑率越高 那一三肯定是要提速的 对 那马上要进入双方第三局的教练了 佛然GK已经2比0来到赛点局 再来一局的胜利 那他们可真的是先斩 狼再斩新了 都是三比0 对对于武汉一StarPro来讲 这把必须得拿下 没得退了 蓝色方 佛然GK红色方 武汉一StarPro 我是解说 瀟散 我是解说老王 换线了 但是你看一下 清风在干嘛 然后你看一下孟兰在干嘛 猜到了你要换线 提前先做了个预判 然后百兽是猪八戒走中 但是蒙田打嫦娥的话 其实蒙田还是挺舒服的 之前我们见过吧 嫦娥 先跟上路直接闪现打 孟兰交闪躲了 鬼孤的闪现 紫阳吃塔上吃太多了 撞到了一个猪八戒 百兽先拿下了第一滴血 孟兰是被青龙的 什么戏给打掉了 但是自己也扛塔残了 这一波就是打了个一换一 但是一血是百兽 猪八戒先拿到 那还是否则机可以小赚 但是武汉伊斯塔波 他的一个针对的点 针对到了 就等于说是 伊斯塔阵王的点是 有走位嘛 但是你阵王的射手 他想好了 我要打你谁 下路 这个全看操作 全看细节了 大部分还是嫦娥在抗压 很难打蒙田 你只能卡他背后吗 对 感觉伊斯塔要再来一波呀 来了 来了 阿改带的是进化 说来就来 能不能拉到 闪拉拉两个 配合上静 加上远方的爆发 想要去秒孟兰 最终坏海 拿下了人头之后 蓬蓬赶过来 开了开刀上去 逮着一针 黄砍 就是留对方的C位 那这把最难受的 就是两边的射手了 都在打对方的射手 不想让他起来 其实武汉伊斯塔波 他想的没错 你上一把 孟兰刚拿了个五杀 那这把装在肯定 盯着你打的对了 先看下落 再拼 弹珠八戒来了 四级珠八戒 上来把坦然拉一下 但是坦然有霸铁 给了一个大招 也拦不住啊 因为轻风状态太差了 而且手里还有个闪现 其实我觉得刚刚上楼那波针队 不 他本来可能想的是 百兽珠八戒在那个位置吧 因为他也没有料想的是 你可能要换线换过来 我给你打吧 对 他只要想避免跟敌人交对线 所以 谁去上楼 都是会被紫阳这么跃的 也是 主要是围绕一针这个点去打了 去帮他打开节奏 让他更早的解放出来 去带着整个 武汉Esta Pro的阵容 去打优势嘛 整体对Esta来讲 还是那个目标 快速推塔 把塔拔光了之后 抱团 去打进攻 然后一定不能让 扶然GK这个阵容 发育得很舒服 对 这个经济看得就很有意思 很难看到两边的射手 都是丝毫尉 1200 1300 现在已经2分40秒了 跟辅助为了经济差不多 对 因为都收到了阵队 但是看这波 还下了 而且是卡了视野 上楼再打百兽 百兽用霸体躲掉了控制之后 但是被蒙田两连顶 这一枪带走人头 孟兰黄牌没中 还被沈梦西打残 太疼了 因为这个时间点 就是武汉Esta Pro 他的一个发力期 所以他打的节奏非常紧 没一波接着一波 也不管你这个 这一路上是谁 刚才秀赛有提到就是 他主要是往上打 主要是围着联方打 但是这一波不是 这一波是围着蒙田去打 前几波是 比较 前面的一波对线期 我觉得现在是换上来了 当下他们的沟通应该是 一人可能说了一句 你们别帮我了 让我吃过钱 我再打我就起不来了 对 你们每一波过来 我兵都被分 对吧 然后一针的出装 非常的抗压 CD学家上允星 清线快啊 大招CD快 是 这波提前蹲 卡了个视野 孟兰身上有闪有二 就看到的反应了 这里啊 孟兰的站位 探索 荒海先手 鬼姑子再拉回来 但孟兰用二就能解 能走 虽然不是秒解 但是看猪八戒 闪开再拉回来 但没输出了 伤害不够 阿改这里给了个大招 迟迟没有人落地 落地的还是一个 补完状态的孟兰 那沈梦兮的大招 哎呦 极限位置 应该是百兽还吃了 一定的塔伤 对塔伤 他想扛的塔 就打点伤害 那这一波就有点 亏了 就是稍微瘫了一点 对 其实百兽那波来 确实来的很好 但是问题是 输出点 宇人杰 没人跟 一上来就被打残了 不敢跟了 大乔给了个大 结果下来了 还是一个补完状态 其实大乔在给大之前 有一个关键的技能 这个一技能 断了一下花来 对 要不然孟兰其实 这个闪都可能交不出来 就没了 就直接被花海定身 这个就是大乔在对线期 他有一个优势 在于一三技能很烦 平凡的小控 对 看这里百兽扛塔扛死了 哎 上落一针被打残了 清风 交了二技能 闪现追击 没追上 百兽大招也没留住 但是现在看这种局势 好像是反过来了 魔杉机可以反而打得更凶 应该是找到了一波机会 先打残了 连防一直在追 这梦兰是没闪的呀 被花海单杀了 蹲到了 蹲到了 而且下路蒙田也是把防御塔带掉了 要退二塔了 很帅 这波就是两路开花 对 花海终于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了 是 而且上路你看看一针 其实他也开心 他就是吃两波钱 吃完走了 虽然说他没有节奏 但他把冰剑带过去 对于他自己的发育来说 就是舒服的 那现在依萨还算比较顺 尤其是打野这个点 非常肥的情况下 就很好和鬼不死座配合 是的 而且下路的防御塔 二塔是掉了半血了 已经 在空龙 两千五的经济优势 这个经济优势对于佛山GK来讲我觉得不算大 因为前两局我们看到了 嗯 就都都这一点优势不算什么优势 呃对 这两局吧 佛山GK他逆风反打的方式都是通过一些团战 对 但是武汉E Star Pro这么前期建立了优势之后 他会觉得我正面团打得过你了 我有鬼骨子在的话 我一定能打你 所以 所以两边最关键的一波就是在于佛山GK这边的大桥 何时处去带线 而武汉E Star Pro会不会过来堵他 利用鬼骨子这个点 蹲鞭 对 因为这一套爆发可能很足 鬼骨子的大招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佛山GK大概抱团 带鞭的一个方向 是 下落大桥给大了 做防守 但是孟兰已经被戳残了 交了个闪 猪八戒上来留人 留的是一个蒙田啊 这里成了一套打上去 没死 我的百兽直接 碰到 跑到了那个蒙田背后输出啊 但是很难走了 直接卖了 百兽很聪明啊 绕后 他绕到了蒙田的背后 让你没有办法 做到正面的免伤 然后如果你正对着我的话 你的后背又漏给了其他的队友 对 也像是 就是相当于是一种拉扯了 这你腹背受敌 很难受 打蒙田一定不能从单一的正方向去处理他 是的 现在花海的经济是全场最高 他这个点其实就打出节奏来了 包括刷钱他两不误 爆发点却在上轮 这一波一撒 但是武汉一斯大波他也没有说平凡的去代线刷钱 现在更多的是想要利用鬼屋子这个点强行开一波节奏打赢 才能把雪球滚得更大 但是感觉鬼屋子这个点一直在保着一针啊 这几波都是在带着一张先去倾线吧 可能是因为前面的经济确确实实是受到了一定的损伤吧 干扰 他的经济没起来 那现在就是要等他的核心装骑骂两件套吧 对吧 至少再等他一个武进 那要不要在这个阶段去保着花海呢 跟着花海去打呢 花海已经两件套了 现在花海就是因为他的经济高 所以他就跟着正面去打 我们来看一下解说的实时预测 又多加了一名小伙伴 多了一下李久 多了一位李久 然后连起来了 蓝色支持的是福尔这个英凯跟瓶子两个人 李久朱亨玉玉是支持武汉伊萨Pro 而李久说蓬蓬说 孟兰这把这种你有输出 五杀给你 直接开始给让了 但是啊 伊萨这套这种针对的优先击杀目标肯定是孟兰 对 孟兰阿改嘛 这两个点 而且上一局刚拿了个五杀 这局肯定是要盯着他压 那是不是变过来了 蓬蓬拿了一个肉盾 没有人想要先杀我一个肉铠吧 反而他更有输出环境 反而他更有机会去拿五杀吧 这个先不奶 奶完我感觉很难 就是五杀不五杀 先不说 但重要的是蓬蓬 我觉得应该会活得比孟兰久 对 先看武汉伊萨拉伯这首 都还看到了 刚好撞见了 刚好看了 对 这个逻辑我们先理清楚嘛 所以孟兰这把想要拿五杀的 怎么怎么一直在提五杀 不是不用再想五杀的事情了 哪有那么简单啊 就是因为最近这两天的比赛五杀有点多了 可能大家都有点 遗忘了五杀其实是很难的呀 对就觉得可能一天出一个五杀觉得很好拿 但是路人觉得拿五杀都不容易 更有关是直接赛场 对 没那么简单 现在武汉伊萨拉伯说 我是优势 请给我点尊重 是的 下路开风铃文章想冲 来了 拉孟兰 孟兰 我二就能秒解 秒解了一个闪现 我感觉他没有受到很多的伤害 这第一时间因为紫阳 其实开了风铃文章冲过来的时候 孟兰已经看到他了 但是他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拉 最后还是交了闪 对面交了一堆技能 所以孟兰是在这个时间点有足够的反应空间了 哇他这波真的是上演了一波金蝉脱鞘啊 嗯 躲得非常快 那话说回来 佛山GK这把确实蛮难打的 要慢慢的靠着兵线的运营去拖一拖 对 而且佛山GK他的方式不是说 跟着大乔这一点出去带边线 而是大乔保着敌人杰 让凯自己去带 这把能硬保下敌人杰的点 我觉得是孟兰自己 真的要靠他自己了 其他人好像有点难以拦得住对面的人 大乔就是护着他吧 护着他带线 然后马上要十分钟了 这两波龙 佛山GK能争吗 有一战之力 只要把兵线处理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经济差其实是2000 并不是很大 是的 之前是2600 我记得 现在就是等于说佛山GK慢慢把这个局势给缓和下来之后 开始让核心点去发育 打钱了 对 因为佛山GK有一路一定会是优限 他有大乔在 但是这一波龙想接团 凯开大 直接先把华海打走 华海没大了 那这个龙怎么办 还是华海抢到 但另外一边鬼骨子瞬间蒸发被秒了 但是蒙田 这个电梯没有能坐上 蒙田配合上一张 直接把人逼出来之后 杀掉了孟兰 蓬蓬 这波凯顶在前面 没有大招 但蒙田又顶进去了 打的是嫦娥 嫦娥这里有点顶不住 花海大招好了 配合上蒙田两个人输出 直接将佛山GK 杀掉了一人 清风这个点掉了 但是蓬蓬的凯是回家了 极限 对 主要是第一时间 阿凯把鬼骨子 紫阳的鬼骨子给找出来了 先秒了 所以被迫是落后 大家看这边李渊峰 二技能交出来了很极限 白兽还有个闪 但后续技能CD有点强 一技能接大招 拦住了一只二技能 又好了 这就是除CD鞋 加上暗影战斧的好处 对 但是 还是跑不掉 多活了一会儿 拖到紫阳 还拉出来了 两个 炸一下 但凯开大了 花海的一个绕户位置 又来了第三个大招 阿凯这里被急火 但主发界一个拆火 拆掉了之后 花海回到一技能 再杀一波 阿凯 正面坦然还想再 掩护一下 花海这里 两个二技能加速回血 反跑 跑掉了 紫阳 还在赌 猪八姐被拉了一下 但是有点肉 没有了后续爆发 就是 刘远峰倒了 对 感觉这一波团 就打了非常的久 一路追 对 这怎么说呢 易争刚刚那波逃生啊 他拖的 他虽然没逃掉 但他拖到紫阳赶过来 我们看到的出装 前面我们有提到过 允星加CD鞋 他现在允星加 暗夜战斧30%的CD 对 就意味着 鲁远峰的二技能 在他满 他现在十四级嘛 二技能点满的情况下 应该是在五秒左右 一个 就是CD非常快 刚才柏兽其实也是 看着自己有闪现 就是起了杀星 就急了 对 急眼了 是的 大概 大概那波团真的是拉得非常远 从 博山GK的红区打到了上路 打了近三波大 对 近一波大 后期满CD18秒 算一下 大家可以算一下打了多久 一分多钟 但是 一声这边的李元芳 是自己把这个暗影主宰给收掉了 在正面不敢出去带线 不敢去跟他对抗 所以弗兰GK只能利用大招这个点开始带线了 这里 就是这波团打完之后 一刹是 刚刚是两千嘛 经济优势 现在直接是四千 接近五千了 对 逐步扩大 滚雷也缺 包括拿到了龙 现在他们会更主动 我刚好像看了一眼 嗯 这把好像彭梦一次还没死过 很难死 然后孟兰 差一点点要死 孟兰已经死了好几次了 这把 没办法 从开局就被针对 就逼逼我们说完之后 就觉得孟兰和阿格 这两个点 确实团战 优先集火目标 嗯 对 看时间点啊 前期针对孟兰是为了不让他发育舒服 后边打大桥是因为大桥确实是阵容核心 关键点 但是上路二踏 强行退掉了 但是蒙田的大招已经用掉了 是 上路还有暗影先锋 呃 紫阳这边手里是有闪的 看紫阳这波没有机会 然后 广尔GK在利用大桥的二技能的电梯 阶梯式手兵线 这是大桥逆风处理兵线最好用的方式 还不单单是手 这波关键点在于把兵线卡在了外面 就是利用人 卡住兵线的仇恨 同时脚下有圈 对面如果没有足够的爆发是秒不掉你的 对 一点一点的拖时间 然后每一波过去你都交一轮技能 去耗一下这个龙兵的血量 这就叫阶梯式手线 没错 处理的非常细节 那这波暗影主宰的一个效果就被彻底拉没了 对 就化解了这波可能会被破高地的风险 是的 危机 但是暗影暴君还能开 因为有主动权 有视野控图权 这就是拿到优势一方的一个好处 那佛山GK要想把兵线带出去 现在这个阶段他不敢 好像虽然很肉 但是如果出去的话 被对面开了一部好团 一样是会很炸 其实有鬼骨子的阵容 都会想要去尝试性的试着去带一下线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敢带 还记得刚才那波 从红区打到上路的那波团吗 鬼骨子其实拉过一次了 对 就把它从圈里拉出来 有这样的一次举动之后 可能佛山GK在外面带线的情况下 就会有点担心 就怕出现的是那种 佛山GK并不想进这部团 然后想要坐电梯回家 结果被拉出来了一到两个人 就很尴尬的 然后大翔回去了 对 然后大翔回去了 但是看一下这波 紫阳想拉 拉的是一个开大的凯 凯回头一刀 凯了一针接近一千血 自己也掉了蛮多的 蒙天也开了个大 这波就是把兵线清掉了 压不上去 其实佛山GK确实 今天一上来第一局 就给我们展示了 他们守高地的能力 但这把有一输一 它的清线能力较差 主要是有大桥在 但是这把相较于上一把 第一把来讲的话 他们高地一坐都没掉 那把是上来就掉了一个边高 8分06就掉了 所以现在封印还没有解除 只能拖 拖到什么时候 孟兰其实这边已经有1万经济了 但是我们现在不看他经济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打断很难活 但是你看孟兰的出装 他准备出双防装 双防 可能是魔女加一个不强 本着和其他的四个队友一样 我要把自己变得肉一点 活着才有输出 对 活着才有机会去那个啥 是吧 对 哈哈哈 主要是有大桥在 只要你能成功做到第一波电梯回去 再利用大桥的大招过来 那么第二波的输出一定是在等对面阵容 的英雄没有什么技能的情况下的 然后武汉Estar Pro一直不敢贸然上高 也是他们吃过这样的亏 再加上鬼骨子的容错力在那里 如果一波没拉好被对面反打了 那可能鬼骨子直接就有去无回了 对 就两支队伍其实都知道鬼骨子 大家都玩 都懂 这个英雄对吧 就那么一波 一波流 不是你开了好 就是我反开你 Estar是将暗影之星放到了下半楼 因为对面带的是下半楼 他要想控好两条线 他就选择把龙兵放下 对 这一样就三路兵线可以空过来了 对 那就看这一波高地啊 如果再打不下去的话 Estar可能就要急一些了 因为确实往后拖只能是 看易征这边的一个单体伤害了 但易征只能盯着一个人打 对面有这么多肉 除非鬼骨子拉到一起 打不AOE 就还是得看紫阳 但别急啊 花海这里是直接卖了一件装备 换了个复活甲 可能这波是想要强行上高 他把防具卖了 这波鬼骨子先拉没拉到 猪八戒冲出来了 有点拖截 被镜钉在了外边 什么新鸡灰灌下去 白说叫了一个闪现 往回车没死 鬼骨子拉的是凯 凯开了大招 挡了李延峰的输出 也没死 而且能回去了 清风顶在前面 配合队友两三个人 全部坐电梯回家 但是这个高地就让了出来 对 武汉Sapro这波是放了一个暗影 先锋 他想的就是 我不一定要跟你打架 但是我把你的血线压残了之后 我就让你坐电梯回 能杀我杀 杀不了的话 我就推高 这波防射机 给出现了一点点 配合上的失误 是因为百兽 出去的那么一瞬间 大桥并没有放二 对 所以他被激活 他第一时间太危险了 拖截的有点远 如果脚下有电梯的话 他就可以在外边 交技能 交全部技能打 然后想办法进圈 是的 但是也是让 武汉Sapro这边 找到了一个机会 打开了一个缺口 对 下路高地掉了 对于Esa来讲很重要 这个龙 没事 佛山机 也不太敢出来抢龙 可能想的是 能多带一波线 多拖一会 试一会 主要是 佛山机的阵容 现在看他们的出装 真的担心的就是伤害 全是半肉半输出 对 这把中路是一个长鹅 到了后期 可能真的只有坦度 没有伤害了 不是 我觉得伤害是可以让 就是不用担心的 为什么 因为Sapro阵容并不肉 肉的是一个萌田 其他点 净纯输出 然后义争这里纯输出 清荣这里纯输出 紫阳 他本身也不算一个合格的前排 他是一个开团点 对 但是 武汉Sapro现在更主动 那下路卡还在带 正面的话 四个队友守家 一枪翻血 先回家 看 这里把花海的劲 给逼回去了 强行带线 就是去做一个兵线的牵制 因为现在 佛山机 他只能这样去 拖延自己的一个核心点 把装备完全成型 敌人家还没有 就不想还没有出来 快了 真的要等到这个神装的之后 再主动去找机会 是的 三前排 嫦娥 凯 加上猪八戒 看伊萨先处理谁 怎么越过这三前排 开到他们想开的人 说白了 大潮其实也不出输出装 所以他也能算个前排 对啊 他也是全肉装 CD装 还出了一个救助之力 给个护盾 正面 一张一套技能 给了猪八戒 看八戒这里炸一下 将近半血 这是神装李源芳啊 主要是武汉S2 他其实在利用了一些资源 中立生物在逼你 出来跟我接团的时候 佛山机可以选择的是 我不要 但是20分钟冒龙王你要不要 得要了吧 不要 也不要吗 我觉得还是得去拼 但是风险必要 那看吧 佛山机可以选择了 跟着伊斯塔带远边线 那这刀龙摆设过来 战士也很明显的意图 就是他们不想放 而且下路有一大波兵线 掉的还好是下路嘛 主要是这个龙你想抢的话 可能更多要吃 凯的这个成绩 他能不能抢到 包括这些 前排啊 这么多前排 能不能把伊斯塔带的人给 就输出位给卡走 逼走 其实只要盯得近 不让他去抢这个龙 就概率还蛮大的 但是你要想五亥一三十分 他是真的想打龙吗 来了 蓬蓬过来之后 先吃一套 开了个大招 砍了花海一刀 花海直接残了 猪发界大招 留住两人 蒙田顶上来 顶了一堆 捅一枪 打残后排 孟兰这里黄牌定住了 坦然 坦然边打边退 正面猪发界已经威胁到了 一张二级能上墙 配合让凯上去墙牵 一张被打出了一个复活 站起来闪现过墙 先跑 鬼骨子一个二级能拉掉 拉掉了一个猪发界的人头 但是正面 花海被打出了复活 来了一个鸣刀顶上来 也被孟兰点了出来 鸣刀碎了 嫦娥过来 跟树一个普攻 带走了花海 看鬼骨子 这波闪了 拉到了 蓬蓬一人 清风闪现回圈 身上有车之配 还有一个复活甲 容索力非常的高 坦然这里还在打 打到的大招都消失了 这里再戳 伤害是真的不够 但是第二波的电梯又来了 大乔这里召唤了四个满血 过来盯着坦然 坦然交血沫之路 打残了清风 清风这里 要被爆掉一个复活 传回去了 但是凯 仅身打一张 自己先被打出了复活 但是蒙天还在往前顶 这个坦然一夫当关 万夫莫快 打到了第二个大招 再来一枪 打出蓬蓬的明刀 一个普通攻击 带走了凯荒 打了半天 我看了 这个坦然 他这种蒙天的血量 就是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持久战呀 就是我们聊到了 玩ESA Pro最肉的点是谁 是坦然啊 对 所以对面的输出量 就输出肯定要先打的是 一撒的脆皮 但活到最后的 坦然这里真的是能扛能打 对面也没有太高的爆发 去杀掉蒙天 很难处理他 就孟莱其实可以给他一个黄牌 减他的甲 给了 给了 但是伤害还是不够 对 而且他不敢他 不敢跟他对的点 因为蒙天他蓄力普攻 伤害也很高 是吧 真的是要用 以肉质肉 以肉质肉 开始戴线 放弃了风暴龙王 毕竟少了一个打野 而且我发现 佛战GK对于 紫阳这首鬼无子的一个盯房 做得非常好 几波都是没有让他有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去开团 就之后 一直盯着他 刚刚那波风暴龙王团吧 紫阳其实没有很好的机会去拉到对面的C位 对 拉了第一个是猪八姐 瘦了一个人头 第二个是凯 是 就说白了就是你你会玩鬼屋子 我们也会玩鬼屋子 就大家都知道这个英雄怎么玩 所以就会去盯防他 所以现在五暗一次大波其实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蒙田 对 但有这条风暴龙王buff 他们有一个百分比的闪电的效果 其实打团的话会更有优势 对 有真伤 而且看到坦然这首蒙田是出了一个怒魂 升级之后的血魔之怒 是 为什么说要保护坦然呢 因为我感觉他现在的输出是最稳定的一个点 最难死的 对 也是伤害最高的了 来了 这蒙田将军开大顶四个 边打边往后退 打残了两人这里 打出了复活甲 昌娥没有坐牵回去再被进定身 清风这里被清荣给击杀掉了 而且中路还有风暴先锋 能清 后边还有一条 怎么办 伊萨达还是五人全在 蒙田的下一个大招 就是他们进攻的节奏点 是 主要是这波境地都溢出了 都有复活甲 伊萨达不准备退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面有三十秒的复活时间 现在是五打四的局面 华海直接买出了复活甲 紫阳跟华海想要卡一个最远距离的视野 去开一波 来了 紫阳开了 奔狼 加速 二技能 闪拉拉四个 全部拉到一起之后 给叔叔在华海这里 有点扛不住了 凯 先顶在前面打出华海的一个复活 正面再给个沉默 复活站起来之后只能选择撤退 对 五个人都四个残血就不敢再选择押近了 因为推了三高了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兵线的优势很大 但是佛山GK其实同时也解除了封印 三高全破 三高全破的封印 果然坦然这首蒙田确实不单单是坦度高 他的伤害也非常高 然后坦然做了一件换装备 换掉了鞋子换成CD鞋 又换再换 又换回来了 告诉你我钱多 换一下CD鞋减一下CD吗 减一瞬间的CD吗 但现在兵线其实因为已经到了24分 快25分钟了 对于佛山GK来说兵线压力蛮大的 没错 他们亲线比较慢 这次可不是两高了 是三高了 三高 佛山GK这里的话 他们确实很肉 但是亲兵线能力 真的是抱团才能亲 是的 一个人亲兵线的话太慢了 因为他们出的大部分的装备是偏肉的 主要还是在于 紫阳这时候鬼屋子太灵活 如果说真的是少人去亲线 很容易被抓单 抓少人 然后武汉萨布尔这里 射手都做制裁 制裁梦衍都有了 第一拉拉的是凯 一针位置被逼了 一个二技能往后撤 坦然就架在这个口子里边 就要做到一服当关 但是武汉萨布尔他也不着急 因为兵线有优势 他就只需要去拖兵线 他不想真的打龙 对 其实第一条风暴龙王 第一波他也没想真的打 凤兰也是直接买出了风暴龙王 买出了什么 孟兰直接买出了风暴龙 原来是我花钱就能买得到的东西 买出了风暴龙王 直接去开风暴龙王 但是看一下花海的一个位置 我以为他要绕后 但是正面 开起来了 这波鬼骨子没有闪拉 拉了一个前排 猪八戒 猪八戒这里和敌人杰坐点点回去 他花海先被清风的 常恶给盯到秒掉了 少了一个打野 这个风暴龙王的争夺 风暴龙王是非常有力的 大乔把人摇下来 常恶一个人顶在前面 定住了鬼骨子 他又在吃不消了 被百兽猪八戒给处理掉 这波风暴龙王要给到风暴龙王 拿到了 第一时间主要是 他被控死了 他连怒魂都没有按出来 他还在吃风暴龙王的 就在龙坑里边 大家的血都回不上来 风暴龙王有90%的制裁效果 第一时间侧面的话 被解决掉了之后 其实紫阳他是想要反开一波的 但是又被常恶给盯住了 常恶他是坐大桥的电梯下来了之后 卡在了前面 脸贴脸 满状态 这波很玄幻 伊萨选择了在龙坑 其实佛人机给逼的团 掀开的龙王逼伊萨过来 但伊萨第一时间人不齐 被分割了 主要也还是在于佛人机给他这个阵容 确实让大桥的电梯灵活起来了 而且他的阵容容缩率 到了这个阶段实在太高了 全都是前排 他们占视野的点很多很多 只要你一波杀不死 他就真的坐电梯来回给你拉扯 这条风暴龙王看一下 能不能帮佛人机给去破掉 伊斯大尔的高地 上路蒙天开大 左大姐上去回拉 脚下有圈 紫阳没有选择闪开 这波就是想要把兵线清掉 觉得这一波去动手太着急了 因为进还不在 进下路换位开大去清兵线 但是中路的话还有一条风暴先锋 有点受不了 放了这个高地 那只能拼一波团了 对伊萨来讲 但是看一下花海 花海 他没有回家 但是被视野精灵看到了动向 那佛人机可以清楚的知道你在哪儿 这波佛人机给他的一个目的也达到了两条风暴先锋 去把你的两座高地给推到了 而且众所周知 大乔他回家速度是要比普通灰城要快 而且到家了出来的移速也非常高 所以想要偷大 大乔的家有点难 主要还是在于 佛人机可以其实 他很注重家里的兵线 第一局高地被推了 兵线到高地塔前 蓬蓬还提了一句 注意看家 最近有很多被偷家的 有被超级兵偷的 对吧 有被人带着直接去偷掉的 对 但是花海还在努力 他觉得正面难打 他其实想的更多的是我缓解兵线的压力 但是我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 对 看这里佛人机在这个运兵线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出现一些漏洞 是的 偷了个蓝buff 跟紫阳两个人 比较灵活的点 紫阳开个大 看到的应该是敌人节 但是敌人节在的地方一定是很多人 是的 起码两个以上 哎 脸贴脸 不敢打 走了 因为一针还在下 都很谨慎 那现在这一波风暴罗王被拖过了之后 又要看下一条的 这一条可能最关键的一条 蓬蓬一个人把上边的两个草探完了之后 直接要漏兵线过来 找了一下花海 找到了 花海这里要被激活 插了定身 定到了花海 又是清风再次杀掉了花海的劲 主要是清风这波闪现没交 就单单一个一技能定到了 主要是猪八就上去把他连控住了 拉了两段 然后凯从侧面又过来了 哦 现在真的是佛山津阁主动在找一撒的人打架 就是到了这种强热期 来 接团 主要是佛山津阁跟他一直五人抱团 他不是四个人 不是三个人 这波再定身定到了蒙田 蒙田被逼了一个大招 卡在这个路口 不能往后推呀 坦然这里有点吃不消 常又定身定到了一针 一针这里被打出了一个复活 被三个肉卡着 交了一个闪线走不掉 蓬蓬拿下了人头之后 再急火去打鬼骨子 被拉回来继续追 但另外一边看一下坦然蒙田 一个人打三个 真的有点打不过 回不上来 写了最终又被轻松的嫦娥收下人头 一撒 这里掉了三个人 而佛山津阁开 五人聚在 但是花海这边快要复活了 这个打龙的速度 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快 但是紫阳这里大招看到了 蓬蓬状态不是特别好 哦 再来用大桥的大招回一波状态 一个人拉着龙王的仇怨不拉脱 但是花海在赶过来 紫阳看到了这一幕来了 花海进场 一瞬间想要秒大桥大桥 没死换了一个佛亚出来 正面的话 什么希克雷关下去 打出了大桥的佛 但是孟兰这里双杀到手 而且蓬蓬把龙给抢到了 很关键 那这波团战 佛山津阁又是一人未到 而武汉一萨特 武汉一萨特只剩 轻松一个人 一生也活了 还有一生 但是冰线很难清 坦然还有五秒钟 冰线已经进来了 佛山GK带着冰线 强拿水晶 让我们恭喜 佛山GK 又是3比0 带走了武汉 Eastapro 先杀了 再崭新 今天能看到 佛山GK第三局的一个韧性 其实第一局的韧性已经看到了 但第三局真的是利用大桥这个点 活生生拖到了大后期 拖到了自己阵容最扎实的阶段 是的 怎么说呢 感觉佛山GK他们从A组历练归来之后 真的是完成了溃变 他们凭借一级之力 目前已经搅乱了S组的格局 对 因为在我们2020年 2022年KPL春季赛强规赛的这个前两个阶段 都是Eastapro 跟狼队领跑 狼队是一直在领跑 然后Eastapro是第二名 是的 但是现在佛山GK 目前是打破了这个格局的 就是他的上升期 已经到来了 他已经成为了S组胜者组的有力竞争者 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到此结束了 再次恭喜佛山GK 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评论席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再次共有到佛山GK 3比0战胜了 另外一位大魔王 武汉Eastapro 对 对 我们这边一直在期待 到底谁能够线翻跨越这两座大山 佛山GK说 对吧 也不管你是谁 我们都是3比0 对 用一个这么强势的表现 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视野面前 怎么说呢 竹文老师 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评价 我觉得就是前面 对于还是说 武汉Eastapro 他拿到 依然是战力 对 依然是战力 他们在出完战力之后 还是在前面打出了一个不错效果 但是还是在于 我个人觉得是佛山GK 他们在高地 就首先他们在资源 没有亏损太多的情况下 守高地守了很久 然后帮他们把装备拖起来 而最关键的那一波 还是在于 风暴龙王的一个拉扯上 做得很好 对 其实这把 在我看来吧 武汉Eastapro 他们拿到阵容 前期打节奏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们也知道 佛山GK这套阵容 在中期的一个伤害点 更多来自于敌人杰的身上 所以看到紫阳的鬼谷子 他是在中前期的时候 找了三次敌人杰的麻烦 这一度是拖到了 佛山GK 他们的一个装备成型期 而佛山GK的应对 就是通过这种五人抱团 然后去限制到 你Eastapro的一个开团效果 所以导致 正面战场的话 Eastapro能够把团开起来 但是你打不散GK的阵型 拖着拖着就进入到了 刚才朱虹老师提到的 龙王拉扯时间 我们赛前一直在说 两个辅助之间 他们会有一个互相的一个盯防 确实你可以看到 在前面Eastapro 鬼谷子做出来一些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到后面 对鬼谷子的一个防守 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也没有在后面 给到鬼谷子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牵扯的一个机会 把MVP给到了清风的嫦娥 是的 其实清风在这场比赛中 尤其后期几次龙王团的 关键盯防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有一波龙王团 当时花海骑士 有想法要去进龙坑 要去进龙坑的位置 是被嫦娥彻底的给盯住 包括像最后一波也是 这里清风的嫦娥 还是找到了花海这手镜 所以能看得出来 这一把清风 他的一个关键的找人 在盯人方面 做得非常好的 这波很关键 对 来看就是清风 他把花海镜的一个进场位置 给盯住了 主要在于这波 这个时间点 Eastapro 还是游泳兵线上的一个优势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Eastapro 是想把人放出来再打的 但是 但是 就这一波击杀完了之后 本来是Eastapro 想去掌控比赛一波龙团 反而被GK得到了一个先级 对 尤其佛山GK这个阵容 到后期除了坦度成型之外 他们伤害可能会在我们想象中缺乏一点 当你有龙王效果之后 正面团战 基本上就容错率非常高了 这里其实是百兽 他是用自己二技能去探草 去找人 当时也是找到了花海的位置 这波也是定到了 对 定到蒙田 然后正面卡了一个位置 把中右 包括这片野区的一个窄口 靠着长安二技能和大招一开 对 位置完全卡住 就一击之力 卡一个窄口 而且今天这局比赛 对于弗兰基尼来说 又是一个被迫三高 然后翻盘的局 他们这种局打得太多了 对于这一场比赛 弗兰GK他们就是把自己阵容的强势期 到了越到越往后就越发挥出来了 是最关键的 这是这个赛季第一次拿了五杀 还把大场印象来的队伍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这样 就大家刚才老师也开玩笑 最近在玩梗 这个词说很流行无极比赛 但是不见得当你真正的实力到位了之后 你看你拿了五杀 你仍然能够把大场拿下 而且他是一个领风 对于弗兰GK来说也是这样 我也不是针对谁 只能说在座的各位都 其实还不错 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 在座的各位还有提升的空间 对吧 你看毕竟弗兰GK也努力了这么久 对吧 也终于展现出来 你看他刚到S组的时候 也一开始是有不适应的 但是还好这个时间不长 对于弗兰GK的小伙伴们来说 应该是欣喜的 我看有些伙伴们还挺紧张的说 会不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这是在第三阶段 在这个阶段表现的如此的出色 对于他们在后面节目赛也好 胜色组也好 可能都有机会 还是去能冲一个更好的名额的 好的 我们也是连线到了 武汉Estar Pro的主教练SK 我们就来接一下